大家好 我是娜娜 今天要分享我在韓國買的美妝保養戰利品 首先是去城 在桃園機場免稅店買的 這個 雅詩蘭黛的粉保濕定製粉底 我買的色號是2410 唉唷 看起來很有質感吧 我覺得秋冬到了 我可能需要更保濕的 底妝產品 所以就買了這個 Innisfree 這個 也是粉底 那他們家粉底很厲害喔 就是 我不知道台灣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在西面 地下街的Innisfree的店員真的是蠻厲害的 就是我們用英文 然後他用翻譯軟體 我們就是這樣溝通 那就跟他說我要試這個粉底的顏色 可以幫我測那個粉底的顏色嗎 他跟我說要卸妝卸這邊 一 一 二 三 我會再放照片在這邊 我老公有幫我 側拍 對 他會拿一個機器就是 側卸妝的就是 這三個點 然後看那個顏色 然後最後就是會告訴你說 欸你比較適合哪一個顏色 那我適合的是N21 這個顏色 然後他有分 他又有分3.1跟3.4 好像是保濕度的差別吧 然後他就是用翻譯的軟體問我說你的臉會乾嗎 我就說我的臉很乾 他就推薦了我 3.4 這個 然後分底一本人 是長這樣 好 然後之後也會拍一下實測影片 因為我入手了超多粉底液的 所以就是 會一一拍實測跟大家分享 然後在Innisfree我還找了這個 就是 纖長版的睫毛膏 那我是 有一天在華爾迪卡的時候看到 欸有人分享就是他 覺得這一款 睫毛膏很好用 但是他分享的照片是白色 然後我就拿照片給店員看 店員是跟我說換包裝了 現在是改成黑色包裝 然後我還沒有打開試用 對 那之後再來分享好不好用 然後西面地下節我還買了 Too cool for school 這個修容 他是一個修容餅 然後搭配一個刷具 然後因為要買到三萬塊韓幣免稅 所以我就 又買了一個日落系列的腮紅 那直接打開來給大家看 包裝長這樣子 誰很本人 日落系列他就只有這個色號 他就是一個色號的意思 就是他名字就是色號 所以他沒有其他色號可以選 然後他的 腮紅是有點膏狀的 店員是中國人他是跟我說 就是這可以當腮紅也可以當做眼影 有沒有 有沒有 是算是一個 秋天 蠻適合的 橘色 金色 蠻漂亮的 我買到 就是三萬塊免稅 然後店員又送了我一個 眼線筆 這個是贈送的 好 西面地下街的美妝 就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其他美妝 當是我在 西面地下街 7號出口的 樂田白貨 上面有一個免稅店 那邊買的 我買了 3CE 也是買了腮紅 到底是有幾張臉 是腮紅 我腦袋很弱耶 店員跟我說他臉上是擦這個 我看了 嗯 蠻好看的我就說好那我要一個 然後也試一下 這就是粉狀的 腮紅 粉質很稀 有沒有看到很稀 顏色有點落差 他比較偏粉 然後 店員是跟我說 其實他顏色 沒有那麼深啦 然後你就是如果是 平常畫比較 重腮紅一點的話 你就是 疊加上去就對了 甚至用美金計算 我有點忘記多少錢了 但我都是用韓幣衣服 因為我身上太多韓幣了 然後還買了一個 美妝YouTuber必備的 鏡子 我老公非常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要買鏡子 買的是粉 色 我買了一個 這樣的尺寸 這樣以後 這樣化妝 是不是 看起來比較 像樣一點 對 所以就買這個 再來就是我走到另外一邊看到W Lab 所以我就也稍微 關心了一下 然後買了這樣子 這個是粉底 對也是保濕款的 這樣子 本來是想買氣墊 但是因為我之前是用氣墊 有一些小狀況 所以妝感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沒有 考慮氣墊了 反而是四分第一 然後還買了兩個顏色的 口紅 同一個系列的 兩個顏色 也是3000塊免稅 好像他是說選三個 打95折 然後結帳的時候可以 拿VIP卡可以再打 88折還是幾折 我不知道 反正就折上加折 好這就是我在樂天 白後免稅店買的彩妝品 就其實不多啦 這幾天我搭地鐵的時候 有看到他們在介紹那個香奈兒的804 什麼栗子奶茶好像很厲害 然後回程在機場免稅店看到chanel的時候 就問了一下貴姐 他就拿給我看 然後我試了一下顏色發現 嗯 蠻漂亮的 所以我就買了 在這裡 chanel 這是栗子奶茶色 刷色給大家看一下 覺得這顏色 很優雅耶 但我聽說他好像比較適合白皮啦 對啊 就是白皮膚的人 是一個很優雅的顏色 我現在沒有化妝直接擦有點奇怪 它可以疊擦然後也可以 就是 淡淡的 我覺得 進可攻 退可守吧 對啊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帶一點紫的 色調 蠻好看的 好啦呢 既然都 是雄奈兒 好像不是W Lab有點那個 不然W Lab把它打開試試看 這個是01號 的那個唇膏是長這樣子 然後01號 是一個 粉橘色 顏色 唇膏的味道 跟這個 很像可是其實有點差這個偏紅這個片子 然後 然後他是電影是跟我說這系列的唇膏 比較保濕 所以 如果你的 唇況是不太好的人的話 建議還是選擇 比較保濕的 會比較好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分享保養戰利品啦 有這麼多 超大一袋 幾乎都是在 Innisfree買的 好首先是這個 這個是香氛 然後我們買的是 605 這個好像是 季州島的 乳液吧 Russian 對 這我老公在那邊 試擦都覺得不錯 然後就說他要買 找這樣 這是乳液 再來是 這是橄欖的包 這包是橄欖的什麼 看一下 喔 好像是精華 橄欖的 看那邊就是都有很多試用品 可以在那邊試用 老公在那邊試用到瘋掉 因為我老公壓力大的時候 背就會長一些痘痘 然後 我就說 要買這個 這是男生的 4man 對 但是 忘記是什麼 記得是酸類的吧 應該也是精華 就是塗抹在痘痘痘的地方 然後我們很瘋狂的買超多條洗面乳 因為 真的很便宜 好像才800塊還是900塊韓幣 那我們總共買了 這些 對 就是洗看看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三條洗完 我呢 洗澡台上超多洗面乳的 然後因為 西面 Innisfree 它就是 就是靠近 不是地下街那邊喔 是 靠近就是你要刷卡進去的那個 那個應該比較地下街 一邊是逛街地下街 一邊是 很多出口會出來 就是譬如5號出口 7號出口 我們是在出口那邊的Innisfree 買的 然後它就是one plus one 買一送一 然後我們就很瘋狂的 買了 這些 一樣的東西買了4條 這個是 橄欖的 噴霧 油狀的噴霧 可是噴起來不會太油 買了4條 其實我第二天再經過的時候好想要再去買4條 對 有兩條要送了啦 另外兩條送我們自己用 看一個給大家看 它長這樣子 應該可以噴 它味道很舒服耶 對啊 然後不會太油 就是 是很舒服的 我這一罐我噴過了 把它留起來 放旁邊 然後還幫我媽的朋友買了 就是他想要的那個 都不知道是什麼 精華喔 然後 我直接拿照片給那個店員看 然後他要買3條 所以我就 拿了3條 然後長的是 這樣子 好像是化妝水吧 還是精華 就我也不知道 因為 他照片給我的時候是空瓶 所以我也沒有 去研究說這是什麼 但因為我化妝水非常多 精華也非常多 所以 我就沒有買一條給自己了 就都是 給我媽媽的朋友 好 買了 這些東西之後 他也是有送一下贈品嘛 那 第一個贈品 是這個 深層的精華吧 比較小罐的 然後還送了一組這個 旅行組 就這組蠻有誠意的 旅行組 就是之後旅行可以 直接帶 然後還送了一片面膜 然後還有一個 迷樣的包什麼東西 妝妝包嗎 迷樣的嘴唇 裡面可以放東西 可是 這個形狀 我是不知道能放些什麼東西啦 就有點迷樣的嘴巴 好 以上就是我的美妝保養 戰利品分享啦 那今天影片都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把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想說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娜娜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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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